OK,我们现在来看这颗镜头 大家可以看到它可以完全覆盖820,对吧 这边 这边主要是 那个楼是黑的,但是是能看到的 这只镜头是覆盖820,毫无压力 因为它光圈比较小 所以我架了一个灌布 然后这是哪颗镜头呢 先把灌布拿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这颗镜头是F8的光圈,对吧 然后我们到正面 这是它的样子啊 其实这就是 从哪边看呢,从这边看 它就是施耐德的那只Super Anglon 120 F8 这镜头呢 其实我一直说它可以覆盖810 也有很多朋友说 不行不行不行 它不行 我拍过了 然后呢今天就着这个机会 大家看一下 它全开其实在820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呢,是勉勉强强可以覆盖的 我拍过试了,移轴之后会有暗角 就是刚刚好 如果这个状态完全不移轴 对吧 它是覆盖820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这是啊 然后这是啊 我往开机了,看一下 其实我更喜欢的是在这个跨幅上 去用这颗120 F8 因为它光圈太小了 我盖个灌布给大家看一下啊 灌布盖上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为什么这个看着还没有上一个对焦屏效果好呢 这就是因为增量屏 它边缘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另外一个楼 是能看到的啊 这也是啊 但是因为它是增量屏 所以它亮度中间亮 两边非常明显啊 啊,其实 还是这颗镜头的啊 120 F8这颗镜头啊 我更推荐是在410这个画幅上用 非常合适 而且也很舒服的一个视角 首先咱们最后辣发动了 我觉得我们的颗镜头 好啊 然后呈 national 然后我们做到什么 就是有的 上面